大家好,这里是小家厨记 荷包蛋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吃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网上超火的酱油荷包蛋的简单做法 使用的材料和所经过的步骤都非常简单 而且荷包蛋不粘锅 软嫩多汁,鲜香入味 现在就跟着我的视频一起往下看吧 首先咱们准备一盆清水 往水中倒入一勺盐和几滴白醋 然后先搅拌一下,让盐融化 接着再把鸡蛋拿到水中清洗一下 鸡蛋在食用之前建议大家一定要清洗干净 因为鸡蛋的表面会附着着很多细菌 还有一些鸡粪 如果不清洗干净的话 咱们在敲破鸡蛋壳的时候 这些脏东西就很有可能粘到鸡蛋液上 水中加盐和白醋能起到一定的杀金作用 清洗干净以后,沥干水分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一颗八角 放到清水中浸泡一会儿 然后再准备一小块的姜切成薄片 两颗去皮的大蒜同样也切成薄片 再准备几根小葱 先把葱白和葱叶给切开 然后再把葱白切成长段 最后再把葱叶切成葱花 切好的葱花单独放在一个碗中 接下来咱们调配最重要的酱汁 碗中倒三勺生抽 一勺老抽上色 一勺蚝油 两勺番茄酱 小半勺的白糖综合味道 一点点的白胡椒粉去新增香 最后再倒入四分之一碗的清水 稍稍搅拌一下 让白糖融化 除了准备这些材料以外 在这里还多准备了一小碟的熟芝麻 进一步增加荷包蛋的香味 接下来起锅 往锅中倒一些食用油 油倒进去以后 再撒上一层薄薄的盐 再把锅底轻轻晃动一下 让盐和食用油分布均匀 同时也让锅底受热均匀 油锅烧热以后 再往锅中打入鸡蛋 像这么大的锅 一次只打三个就可以了 如果打进去太多的话 锅中的鸡蛋就会粘连在一起 鸡蛋全部打进去以后 跟刚才的步骤一样 同样也是时不时的 晃动一下锅底 改变一下锅底受热的位置 这样鸡蛋才会煎得比较均匀 煎了将近30秒钟以后 再把鸡蛋翻个面 另一面同样也是煎30秒钟 煎的时间不要太长 不要把鸡蛋煎得太老了 尽量保持中间的蛋黄 还是液体状 煎好的鸡蛋先放入碗中备用 然后另起锅热油 油烧热以后放入一颗八角 用小火慢慢地把八角煎出香味 接着再倒入葱姜蒜 用中小火慢慢地把葱姜蒜炒香 把葱姜蒜炒成这种焦黄色就可以了 然后再往锅里倒入调好的酱汁 再把所有的鸡蛋也一起倒进去 鸡蛋倒进去以后 用锅铲稍稍整理一下 让所有的鸡蛋都能接触到酱汁 然后再把火调的最大煮一分钟 让鸡蛋充分地吸收酱汁 一分钟以后再放个面 继续煮一分钟就可以了 最后再往锅中 倒入小半碗的玉米淀粉水 玉米淀粉水倒进去以后 要用铲子不停地搅动一下 防止玉米淀粉沉底糊锅 当锅中的汁水变得浓稠了以后 先把鸡蛋取出摆右盘中 然后再把锅里的料渣过滤一下 把剩下的汤汁均匀地淋在荷包蛋上 这个时候鸡蛋的色泽已经非常的肉人了 看起来非常的有食欲 接着再撒上白芝麻 增加一下香味 最后再撒上碧绿的葱花 稍稍点缀一下 然后就可以开吃了 这样做好的荷包蛋 酱香味特别浓郁 软嫩多汁非常的入味 关键是做法非常的简单 逢年过节或者招待亲友的时候 来上一盘 真的是非常合适 如果您喜欢的话 就把视频收藏起来做吧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视频的朋友 别忘了关注点赞评论和转发哟 谢谢大家